現在客觀條件是開始容許中國出多些招 出大力一點的招 一手就是雲觀調控 一手又有具體政策 病人其實病了幾年 其實很散弱 不過現在衝醫 醫生就好像肯正確地斷症 好像想學韓國、日本要規定公司 我相信是會應貫一點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壇事件 在我身邊有詩先生和浩德 兩位一開始我先認少少壞仔 上個星期我猜行指去到18000點有機會 詩先生當日就跟我說目標太低了 很快到了 大概7日後已經到19,000點了 事源就是人行有一連串的組合權 降息、降準、降房貸 而最重要是一件事未出現過就是借錢 或者叫做鼓勵金融機構去借錢投資股票 浩德你可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這幾個組合權對股市影響是否這麼正面呢? 第一就是內容 具體地都是一些所謂貨幣政策 就是用錢解決問題 剛才提及的降準 降準大約是釋放1萬億左右 1萬億聽見了很多 其實以大陸的經濟來說 1萬億其實不是很多的 但還是好 你說降減息 我記得上星期 詩先生也有特別提及過 其實整體 中國是運工經濟有下行壓力 就是要減息的 美國減息完後 變成中美息差 就拉近了 變成中國大陸其實也有多些空間去做這件事 比較新的就是 譬如說存量貸可能會減減 而亦都沒有分第一套房第二套房 這些就是針對房地產市場的貨幣措施 令人的資金成本 或者買樓的壓力低 比較新的就是 為何要銀行直接借給保险公司 或者是一些證券公司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經過這麼多發展 其實以前我們說銀行就吃大鑊飯 請我喝兩支茅台 我就批個貸款給你 反正都是阿公錢 到時你還不到 我都已經可能升官發財了 但近年就不是的 近年這些國家銀行 它都是有問責制的 好了 問題就是 離開了職位都還要問責 是呀 現在大家都說 借錢出去 待會借房地產又怕收不回 接著又房住不炒 借給公司 現在大部分的公司 既然情況都是惡劣 不如索性就不借 所以形成了一個問題就是 阿爺又想大家借錢出去 但這些錢去到銀行 因為傳統經濟也是這樣 政府想借錢出去 透過銀行系統再散到個人 或者企業層面 過了一段時間 除了人不想借外 即使肯借 在銀行也是卡住 現在阿爺的資料很簡單 你們問銀行借不到 直接問我借 大家可以明白 人民銀行其實不是一間銀行 人民銀行就是政府 即是可以不用問銀行借 直接問你借 解決了我先說的問題 就是有些銀行不肯借 大家覺得好像針對性地 看到現在國內的情況 所衍生出來 加起來 你問有沒有效果 股市就告訴你 至少期望是有效果的 但你問我個人判斷 我覺得這個類似 就是這個病人 其實已經病了幾年 其實很散弱 不過現在衝醫 醫生就好像肯正確地斷症 但當然我覺得 國內的情況 不是單單文官政策 即是貨幣政策 解決了所有問題 但至少這個醫生 現在看起來好像肯針對 無論是房地產 無論是金融市場 整個運作中間一些痛點 能夠針對性去做些事情 即是醫生開一些藥 大家覺得 可能見底可能會好得回 但你問是否單單 昨天出這些組合權 能夠把所有的事情解決 即是就做完運 醫生就做了儲方給你吃 是否立即康復 我覺得就言之上早 不過市場的反應當然是樂觀 都覺得是好事 施先生 鋼筒和你預期差不多 你覺得裏面的政策 譬如防態或者鋼筒 你認為影響大不大 我認為現在客觀條件 是開始容許中國出多些招 出大力一點的招 之前其實中國自己內部 都已經經常有消息 即是希望政府放寬貨幣政策 但是中央的取態 就不贊成大水盲貫 為什麼不贊成大水盲貫 除了因為這些好像是西方的金融手段之外 其實關鍵原因就是美國未減息 美國的息口仍是相對高 而人民幣本身的利率已經低了 如果再減一減 息差會拉闊 會令人民幣的匯率受壓 在這種情況下 有些國家對回落可能沒有大陸那麼緊張 大陸可能覺得這是象徵對國家的信心 人民對國家的期望 國際形象 國際形象 所以他們就不想人民幣跌太多 他們就擔心如果去救市的話 如果美國人玩玩他 加下息 他就被人撬起了 所以一直都不敢放寬的貨幣政策 現在條件我認為成熟了 聯儲局開始減息 而且一減就減0.5% 認為近年年低到明年後年都可能會繼續減 在這種情況下 我相信減息降息在內地可以活動的空間是會大的 即是潘公升 即是人民行長 他都開口說 今年之內還可能選多0.5% 或者0.25% 即是華盛數一萬元 如果明年美國再選息 是不是還可以選多些 所以市場認為這一招 不是一次過完 還是陸續有來的 這次他們都是一個組合權 即是除了有宏觀的貨幣政策寬鬆之外 其實他是在具體的對待房地產的政策 對待股市的政策 都有招出的 房地產政策 譬如買第二套房 都可以15%做首富 另外又好像出真金白銀 去收購一些開發商的付出 拿來做保障房 其實我這件事提過他很多次了 至少說了一年多 無謂再去蓄保障房 你已經蓄了這麼多 為何不收購貨美 拿來做保障房 你不用什麼都收購的 鋼水才收購 便宜的才收購 這樣做一方面是省下起保障房的錢 另一方面都給那些開發商 少少資金回籠 讓他的債務沒有這麼大壓力 在很多層面 他都有做一些具體政策 對於股市 剛才浩德都說過 令到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 總之你有股票 現在典檔的機會高了 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得抵押便會被迫市場拋售 有得抵押便承托力更好 另外他開始鼓勵公司去回購 市值管理 用公司的錢去回購 去買市場 用市場需求增加 買完之後 如果不影響生產力股份 便少了舊股東 分也分多些 另外想像韓國、日本 要規定公司派息 這個很長時間都有這樣的見解 現在最怕公司賺錢 經常都不派息 不派息 巴郡也不派息 但巴郡的價格升 閉上數目 大陸的股市又不升 買中一隻好公司賺錢 又不派息 很難再吸引人買 所以他對這方面 我想對鼓勵投資者 或者外國的投資者都有好處 還有中證監 我相信接下來都會延查 那些造假 不把公司的實況報出來 小股東被你騙完又騙 當然不光顧你 所以對於那些出股 那些真的要大棍子勾他 別人才來買 我意思是兩手 一手就是運官調控 一手又有具體政策 那給支持 即是說一下說一下 動一點 動一點 現在是大手地去處置問題 還有我看到的情況 這次不是中央最高領導人去指揮 每一飯都找不同人出來 即是一些技術官僚 有時技術官僚對局部的情況 會了解多些 由他們去處理 我相信是會應貫一些 施生相對正面而言 可能是中陸錯誤 但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 應該我們觀眾都有興趣 就是 好的 股市突然彈得這麼快到19,000點 現在這刻投資者 是否應該考慮買少許港股 因為很多人已經放棄了港股 應該今年到現在 都是貫徹我的想法 18,000點以下就不會沽 今次我覺得 暫時是應該買的 當然了 今天拍攝 你看到昨晚 即是昨日新聞推出後 即是昨日新聞推出後 即是四月二 即是四月二 日早上升了大約七八點 去到一萬八千九 差不多一萬九點 夜晚再急飆 今天是四月三回來 其實是高開一直低收 即是我的理解 第一就是 雲觀情況下 我覺得 是否應該已經是大直到開始見底 就不肯定 但應該是寄望大了 因為除了剛才說 一些貨幣政策 但在今天拍攝之前 好像上海都出了一些消費券 即是可能是餐飲 住宿 體育和電影 都是一些具體的 除了貨幣政策以外 是多一些 我也希望 好像先生說 其實比較針對性 可能留一些技術官員 在每個部位都對證下約多一些 這件事我想是 才可以真正扭轉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會擔心 你說現在 就算昨天升得太急 第一就是股票 有時我個人都是跟紅頂白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之前也說 香港的問題就是 第一就是資金 第二就是 大家對雲觀經濟擔心 而雲觀經濟 開始有機會薄好些 資金真的回來了少許 因為上個禮拜跌加著 就是因為我們說過 美元減額息之後 其實港元的流動性 會好一點 所以你看到 今次單日的升浪朋友 你看回上一次 即是四月五月 分別是大一點的 因為上一次純粹外資 炒一炒 國內的資金 不太參與 但今次很明顯 A股和港股的升幅和交流 都明顯爆發 即是內外都有資金參與 我覺得這段時間 再加上經歷了之前一段時間 累積 其實港股也是超賣得很重要 甚至很多人都沽空 所以你看到 單日記得這麼快 其實也看到有這樣的模式 即是要平倉 對 所以你問我 其實應該整體方向 我一看到就深紅高了 但我覺得節奏 都應該以加倉為主 施生力為主 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美股對減息的反應 沒有港股那麼強調 為甚麼呢 美國減息和香港減息有少少不同 美國減息是美國經濟有陰憂 就業市場不夠活躍 在這種情況下減息 香港經濟本身仍有增長 工資亦有上升 只不過就是美國減息 我們聯繫匯率之下被迫要跟 所以香港減息所釋放出來的資產值 我認為是比美國多 美國雖然減息 但另一方面 有些經濟上不太有利的影響下 所以升得少些 所以我認為這次減息應該是 對中港經濟的幫助 會持續有效 比對美國更多 美國還要看很多其他因素 才可以知道 施生相對港股 美股的話 就是港股樂觀 還有很多問題 也有些要選擇 內地有組合權 如果投資者 A股和港股的話 哪個會更好 這個問題其實挺難答 不過我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我覺得都是買港股好些 因為剛才一個簡單的資金情況 當然國內的資金 如果對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在國內都是套備 雖然可惜不過有用 大家去買長債 那些錢盡量不要買內房 不要買股票 如果大家對未來的看法 正面一點 即是資金願意去投資也好 進取一點 那對A股有幫助 A股好些 港股哪些都會好 但港股呢 就是港月的內道性 外資的參與 道語哥 即是外資 A股始終九成都是國內資金為主 但香港又不同 香港實際上大約三分天下 即是本地資金是三分一 三分一就是北水 再三分一就是外資 如果香港就變成多兩批人買 那好像比A股好 即是外資響應 這次港股會做得更好 大家不妨留意 究竟銀行會有繼續的政策 和股市的走勢會不會繼續向上 那我們今節的時間到此 下一節我們回來講其他香港問題 我們下一節再見 翠義理財有一個中產調查 他宣稱調查之後發現 香港中產是需要二千零九十萬的港元 才是夠錢退休的 二百萬很多人都未經過 二千萬 你真是 我之前是怎樣考慮的 我基本上認為如果是純粹靠做事積累 雖然很穩陣可以一路增加 但是速度很慢 所以我那時候 我會更加深情 感谢观看